9月13日下午,位于湖南省张家街市天门山旅游景区发生一起落实事故,游客在高空玻璃栈道上被落实砸伤。 据目记者称,想起当时的情况,现在仍胆战心惊,位于高空的盘龙椅啊玻璃栈道上坠落了很多大块的石头,旁边还有几滩血迹,一名受伤女游客倒在玻璃栈道上。 当晚,当地宣传部门得知本称这是意外事故,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,受伤医院已在医院就医,关于伤者的具体情况,宣传部工作人员称,由于伤者骨折需要做手术,但具体在哪家医院,因陪同伤者景区工作人员电话打不通,所以不知道在哪家医院就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